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不知道 但就塞西这几年 自从推翻民选的摩尔西政府之后 所做的承诺 那么塞西有一个名号在埃及 叫什么呢 叫再给我两年 也有地方说再给我三年 也有些地方说再给我一年 总而言之 它的外号是再给我多少多少年 这是塞西在埃及民众当中的一个笑话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每次当经济不好 或者是整个统治出现问题的时候 它就会给国民许愿 再给我两年 再给我一年 我曾经给埃及的朋友说 我说中国有个康熙大帝 经常喊一件事 叫再给我五百年 可是呢 人活不了那么久 我说习近平呢 人家简单 直接呢 来一个终身制 我说这个塞西呢 还在顾着一点面子 所以说呢 我说某种意义上塞西啊 还是有些地方是可取之处 还是拥有可取之处的 这是一个题外话的笑话 那么除了1月6日之后啊 那么又要表态这样之外 那么到现在的乔拜登呢 也是没打电话 也没有表明他对于埃及中政府的态度 这都让这位人士啊 也是谈疼不安 该如何做呢 赶快要给白宫送礼 送查理呢 我们知道给美国白宫送礼啊 是需要登记啊 或者礼数要大了的话 还是违法的 就算送啊 也落不到啊 这个拜登的手里 那怎么办呢 那就符合他的胃口 最近这一段时间 埃及可谓是啊 哎呀 不遗余力的干了不少好事 首先第一件事干什么呢 是埃及释放了被拘留数年的 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记者 根据路透社的一篇报道 就说呢 开罗当局啊 上个周六释放了为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电视网工作的一名记者 这位记者呢 是在埃及人 192016年的时候呢 休假从多哈 也就是卡塔尔的首都呢 抵达开罗后呢 当时就被捕 他被控呢 叫散布虚假消息 并且加入了所谓的被禁止的团体呢 而且与外国资金有染 在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和埃及 于1月份啊 我们知道2021年的1月份 同意恢复于卡塔尔的外交贸易和旅行联系后呢 他被释放了 而且呢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这四个国家 也与卡塔尔的断交门事件呢 也算是画上一个句号 那么这样的一个示范呢 被释放此人的新闻记者呢 被称之为呢 是在当了川普时期 可以说呢 这位我们知道的这个 埃及的赛西呢 被抓了的记者的人数啊 是全世界呢 排名第七位 仅次于什么呢 像中国呀 土耳其呀 卢旺 不是卢旺达 像这个非洲的一些这个军事独裁国家 名列其之后的 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 埃及 那么埃及抓捕了这个人士之后呢 也引起了很多国际上的反响 因为呢 他并非是埃及政府所指控的 这个人呢 就是埃及政府想抓就要抓 就是为了警告 国际媒体的记者 那么为了警告他们和打击他们呢 所进行的一个政治举动 这也被称之为呢 是国际上的国际新闻 这个记者联合会啊 就称之为呢 这是对新闻和媒体自由 以及人身安全的最赤裸裸的要挟和威胁 但是这样的事呢 就在2017年这样堂而皇之等就发生了 也没有人敢说什么 这个事呢 也没有人去提什么 只有媒体的无数的媒体的报道 但是呢 美国政府似乎并不关心这些事 那么这位记者呢 也是呢 终于啊 今年也就是Donald Trump 即将Donald Trump卸任之后 乔拜登上台之后啊 一个多星期 两个星期的时候呢 被释放 这也被称之为呢 是乔拜登的旋风呢 刮到了埃及的这个沙漠上 是赛西呢 进行了表态 赛西发现呢 这个事弄完之后 好像呢 还是不得要领 这个美国还是不搭理他 还是对他呢 感觉到释放出来的信号呢 不太好 那么他左思又想发现 哎呀 这几年干下了一件什么呢 惨无人道 被国际社会和人权机构 以及国际上的NGO组织 还有联合国的难民署 中东救济处等等 长期所指责的一件事情 被称之为是 毫无人权的一件事 可以说呢 是联合以色列 一起犯下的一个侵略的罪行 或者对占领区的人民众的 残暴行为 我们有请我们的编导 给我们想办法找到一个地图 这个地图是加沙的和在西纳半岛的这个连线 加沙地带 我们知道加沙地带 也就是以色列和埃及接壤的这个部分 有一块土地呢 是属于巴勒斯坦的土地 叫加沙地带 很狭长的一块地方 这个狭长的这块地方呢 生活着两百多万 三百万的民众 在这块地方是没有任何的通道呢 通往外围 加沙地区呢 通往这个通过以色列 进入了巴勒斯坦的地区呢 已经被封锁了数十年 而埃及有一个拉法口岸呢 是唯一的一个加沙口岸通向世界的唯一的通道 而这个口岸的不是以色列在把守 是谁呢 是所谓的巴勒斯坦的坚定的支持者 所谓的巴勒斯坦人的盟友 所谓的阿拉伯人的 这个第一大国的埃及 所把守 那么巴勒斯坦与埃及的这个领土呢 这个边际线 可以说呢 从几数年前开始被关闭之后 什么时候被关闭的呢 我可以这样告诉大家 当年2011年的时候 埃及的前总统 也就是个独裁者穆巴拉克 那个时期呢 加沙口岸就是被时段时序 一年呢12个月 能开个两个月三个月 就算是多的 人们的食品 人们的所有的东西呢 都依赖于这个拉法口岸 那么每次以色列需要关闭的时候呢 埃及就会主动的关闭自己兄弟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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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境 把加沙人呢堵在里边 人们外人也进不去 里边的人也出不来 用这样的方式呢 实施了跟你说 说很多很多年 那么到了墨尔切上台之后的第一个政策呢 就是将拉法口岸彻底的打开 让巴勒斯坦的加沙民众呢 能够得到基本的物资的供应 和人员的基本的流动 加沙地带呢 也被称之为呢 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啊 这个没有顶个啊 的这个没有顶子的监狱 靠南部啊 到靠东南方向呢 以色列的边境上呢 全部都是隔离带啊 和这个隔离墙啊 那么还有电网啊 等等这些设施啊 那么海上呢 也是没有办法出海 因为我们大家可能如果有 大家有关注中东新闻的人呢 一定记得当年呢 曾经有瑞典的和美国的 加拿大籍的很多这个人权人士呢 给加沙地区呢 用送食品面包啊 粮油等等这些设施的时候 这些物资的时候 曾经遭到了以色列的海岸警卫队的 海军的直接的攻击 并且呢打死了数人 其中还包括美国人啊 这样的一个震惊 这个全球的一个大事件 来以此呢 来阻吓啊所有敢于去支援加沙民众 或者提供物资的任何的组织 或者任何的个人 那么这些事呢 都是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历史上的一个 也不算历史了 就近十来年啊 所发生的一系列的这些事件 那么在奥巴马执政的后期呢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埃及的赛西呢 关闭了拉法口岸之后 数度也曾经关闭 但是在美国的协调和调停之下呢 那么加沙口岸呢 也是时段时去的会开 一年虽然说不可能都开啊 但是每年总有两三个月呢 还是可以开的 那么民众呢 可以利用这样的时间段呢 能够统计更多的食品啊 以及物资医疗用品等等 勉勉强强这个地方呢 人们还能过得下去 基本的生活 而到了2017年之后呢 这个口岸就逐步的被关闭 而且一关闭呢 就是数年之久 那么而且是坚决不打开 一个鸟都不让飞出来 有人说加沙是恐怖主义组织 那么这样的地方 如果不出恐怖主义组织 或者不出恐怖主义分子 我倒是觉得这些人啊 那就不叫人 那都是绵羊 所有被哪里有压迫 哪里才有抵抗 一个没有失去生存权利的 如果这些人不去奋斗 不去抵抗 他们被周围的数个大国 所控居在那里 那么民众要有基本的需求 基本的生活物资 特别是2020年爆发疫情之后 这个地方是一个 被世界遗忘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 却是在地中海的东岸 那么一个人类的 文明的发祥地的中心区域 这被称之为呢 说这是21世纪的人类的 另外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污点 还好 这两天呢 埃及宣布 无限期 也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话呢 叫无限期开放于加沙地带的 拉法的过境点 这个采取行动的时候呢 还包括什么呢 说包括啊 让埃及组织 让法塔赫 也就是巴勒斯坦的解放组织 法塔赫和哈马斯在内的巴勒斯坦各派呢 同意在开罗呢 会谈中呢 中重必接受即将举行的民意投票的结果 巴勒斯坦地区呢 已经很多年没有投过票 那么这一次呢 开放之后呢 也准备呢 支持他们去投票 突然之间埃及的这样的一个转换呢 很多人说啊 表示欢迎 很多外交人士也都觉得呢 哎 这一下那个地方的人道主义灾难呢 即将会出现一个松动的迹象 很多人都在欢呼雀跃 给赛西的表扬性呢 也是不断地在增加 而赛西的表扬的性 真的是赛西突然之间变好了呢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有一些中东问题专家说 这又是在给华盛顿白宫送的一份礼 希望白宫呢 能够看到啊 这个赛西在民主啊 以及人道等等方方面面 还是一种被做出一些好的事情 来迎接美利坚合众国的新总统 而不至于呢 跟美利坚的合众国的新总统呢 闹翻 这是给拜登的所献上的一个大礼 那么除了埃及的这样的一个军政府啊 这样的一个军事独裁者上台 推翻民选政府上台的这样的一个独裁者 最近的这个变化之外呢 我们还得说说什么呢 还得说说沙特阿拉伯 我们知道沙特阿拉伯呢 是一个人类社会上可以到今天为止啊 一直长期被认为呢 是最最啊 这个这个 落后啊 部落制的这种方式 做管控的一个国家 很多人时常批评 说伊斯兰教啊 对这个妇女啊 不忠重啊 对妇女的权利呢 根本是漠视的 这是一种落后愚昧的代表 哎这个话对不对呢 话是对的 没错 但是实际上这并不能够代表伊斯兰 因为这只是沙特阿拉伯这样一个国家 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啊 我指的是阿拉伯世界 正在和一直都在犯下的一个重罪 好多人说啊 这个伊斯兰的教的经典当中啊 要求把女性要如何如何如何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这个话是非常的有失功用的 在伊斯兰教的这个经典当中呢 对女性的尊重 他们的财产权 生命权 自由权 均有名闻的 且非常之高的这种保障 而这种保障呢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湖南经》当中有一句话说什么呢 说你的天堂在哪里 我们知道伊神教的人呢 都最终要追求一个天堂 那么你的天堂在哪里呢 有一句话说 在你母亲的脚下 那么对男人们是怎样讲的呢 说你的这个随贩 也就是你的行为和你是否 你的行为受到了造物主的喜悦呢 那么他最好的答案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你的妻子和你的孩子 如果你是爱连他们的 那么你将会是得到喜悦的人 这是圣秀的一部分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内呢 实际上阿拉伯世界的很多国家 女性的地位是高于男性 而且是还不是一般的高 稍微在那些地方生活过的人都知道 但是生活在沙特阿拉伯的人 绝不会有这种感觉 生活在沙特阿拉伯的很多人觉得 他们就是呢严苛的对女性呢 把女性当中自己的财产的一部分来对待 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一个事实 任何人不管你怎样说 你怎样去辩护或者是维护 这都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而这位曾经被我称之为电锯手的 Muhammad Ben Salman 也就是MBS沙特阿拉伯的现任的王处 曾经屠杀了这个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 卡舒吉 Jamaali 卡舒吉 这样的一位人士的直接下令这个罪犯 在这几年里 可以说呢一直呢是在国际舞台的闪亮灯场 似乎呢他是没有干过任何的事 在美国政府的包庇 或者是川普政府的包庇之下 那么可以说这人呢 没有受到什么样的谴责 反倒呢还荣光满面 那么真是不可一世的这种势头呢 在沙特阿拉伯呢横冲直创 想干啥干啥 想杀哪个杀哪个 想关哪个关哪个 从来没有在人权方面 女权方面 以及法制方面呢 有任何的真正的实质的推进 不过最近变了 最近变得很厉害 而且呢 关心女性 而关心儿童 关心什么呢 自己的反对派 关心在沙特阿拉伯范围内的少数族派 关心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宗教少数派 这个民族少数派 各式各样的这种关爱现象 平然而起 真的是 一片什么呢 哎呀 这个王储一夜之下 从一个恶魔变成了一个大善人 四处撒钱 四处发钱 给穷控人 给女性 监狱里边释放各式各样的这个政治犯 女性的犯人 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呢 在展现着她的人证 啥时候发生的呢 12月14号之后 1月6号之后 和1月20日之后 这样的为穆罕默的本苏莱曼 一个被称之为誓言 使沙特阿拉伯重新崛起 再次伟大的 这样的一个王储 突然之间大变 一个凶惨的不得了的一个笑面虎 现在突然之间变得 仁爱无比 人证 最近这一个月都一个多月 沙特阿拉伯一直释放的是人证 也对民众的简单的一些罪行 不进行过度的鞭打 宗教警察呢 也突然之间的不太上岗了 而且呢 各种其他的声音呢 也能发出了 各式各样的抓捕新的记者呀 抓捕一些他的反对者的行为呢 最近也都停止了 并且释放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位女性 一位什么样的女性呢 沙特阿拉伯的一位杰出的女权活动家 他争取什么呢 他为了争取女性的驾驶的权利 而且要结束男性 对女性在沙特阿拉伯境内 以及境外的监护权 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抱歉 抱歉 这总是有点过敏 沙特阿拉伯的女性 要出门的时候什么呢 得有个路条 你得有个条 条不大 就这么大的一块条 你是谁 和你的身份证要对上 你的主人是谁 要签字 要同意 你才能够出行 或者和别人出现 如果没有的话是不可以的 有些人解释说 这样的方式有意保护自己的女性 没错 话能不能这样说 完全对 在一千多年以前 伊斯兰教刚刚从阿拉伯半岛兴起的时候 那个地方到处都是土匪劫匪 而伊斯兰的文明 使那块地方变得规划 使那一块土地上的人 不再去抢夺 以抢劫为生 不再成为所谓的四十大帐 不再成为所谓的阿里巴巴 这个说到这儿 说阿里巴巴也很有趣 中国的这个马勇呢 把公司叫阿里巴巴 其实在阿拉伯世界 这个阿里巴巴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贼的意思 就是这个土匪 劫匪的意思 这个 但是可能马勇也不太懂这个吧 可能觉得朗朗上口 或者当年的也是和阿拉伯人 做生意比较多 有人就给他出了这么个主意 这个他就起了这样的名字 这是我们单列的一个说法 就是阿里巴巴在阿拉伯语的意思 一进里就是个贼 盗匪的意思 那么当年的盗匪猖獗 那么伊斯兰的文明改变了这一点 那么对女性呢 你要必须保护她 尽一个男人的责任 这在一千多年以前的盗匪横行的时代 这是对的一件事情 这是为了保护他们 因为土匪呢 和劫匪呢 就四处盯着看哪里有女人啊 抢劫等等这样的方式 来抢夺异性 那么这个方式呢 也是有力的保护了女性 这是对的 但是时过今千 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 依旧在实行和推行这样的一些政策 这简直呢 是一个中世纪都不如的 这样的一个制度 一直延续到今天 而这位女性啊 就是全力以赴的要抗争 这位女性的这个名字叫 鲁加尼 阿里哈斯鲁尼 她呢 这个已经被关进去 啥时候关进去了 就是三年多以前 也就是当川普总统啊 访问完利亚德之后呢 这个女的就被关进去 这个女的呢 四处想办法要发声 但是呢 一直呢 对她呢 进行了非常严酷的打压 那么她的这个出狱呢 也被标志成了说 沙特阿拉伯 迈向女权 用动开始的一个 一个可能开始的一个 一个大道士 那么很多人呢 也都对这个沙特阿拉伯的王储呢 给予了高度的赞赏 认为这个王储呢 正在向好的道路上走 明眼人还是很清楚 这是一种献力的方式 因为呢 沙特阿拉伯对女性的打压呢 长期遭到了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的这个批判 和很多人的这个不喜欢 和不悦 那么拜登政府呢 也对女权的重视 人权的重视呢 这也是呢 被称这位沙特阿拉伯呢 一个另外一个表演 除了这个事之外呢 韩表演了一个大事情 这个事呢 也表演的非常之大 不简简单单呢 是释放一个人的事 而是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 终止了野门的战争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大话题 如果我第一个大话题 讲完之后 刚才讲的这些 有人要想发言的话 我看到有人举手 陆先生 陆德宇先生您好 您可以 不好意思老马 你反正是年少 你还可以继续讲 我就老朽 就让你喝口咖啡 像老朽那样 虚幻 好不好 你继续讲 你讲了一个 有几点 我拿好了 阿里巴巴 到底是巴嘎的 七宅 还是我们说的奸商 又是奸商 我听了就蛮有意思 然后就 然后你说了一个 就说 新总统上任 然后大家要通话 然后和什么 大家拿 加拿大 盟国 欧洲 英国 通了话 然后甚至和普京也通话 最后到底和那个 这个 这个 神土 神州 通不通话 放到后来 结果是通了电了 但是给老何一说 我就歇了气了 老何说 你说约定的话 通话 那么你先打过来 他先接过来 按中国的风暑 应该是春节半年 过了初一 初二通话 你在年三十 或者过年前通话 不是 把你做成 地主土豪 来跌债的 把人家说成是 那个杨白老 来讨债的通话 你要公和兴起 要过了年 过了初一 过了年三十 才好 要不然就跟 那个 一些 你说到现在为止 和那个 阿尔多 多纳 和那个 赛西 还有 有些什么 和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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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 尼亚湖 那 尼亚湖 那他 那他 whatever 还没有 还没有 通杀化 是不是 还没有 进行 那个 救人以后 正式的通话 是不是 是不是 对的是的是的 这个呢 一会儿我会给观众 讲到这个 内塔尼亚湖的 一些具体的 最近的一些 有趣的一些行为 也是最近的 国际上也发生了 一个非常重大的 一件事情 就是关于 内塔尼亚湖呢 有可能 这个 对 对对对 对巴勒斯坦的问题 有所松动的可能性 也有 我爸 你不要说 那些 在巴勒斯坦 问题上 有所 中动 他在以色列国内的话 这个政治情况 也是 节节可畏啊 不是所有的 犹太人和 以色列的 党派的 老百姓 都支持他呀 这个 对不对 所以说 一个是 内塔尼亚湖 一个是 阿尔多瓦 萨西的话 我保留 这个 就说 就是对 缅甸 泰国 和 有些国家的 我认为 他们那些 国家的军人 如果要 采取一点 行动的话 我认为 他们还算是 我 和国思想 当中的精英 因为对于 他们那些 地方的那些 即使是得了 诺贝奥奖的人 就缅甸 就缅甸 那位女士 但是我认为 她还是不行 我还是认为 缅甸的军政府 还是比较 费 工整一点 然后 对于 土沃奇 和 一会儿我就会讲到 路老先生 我现在 这个咖啡 我也喝够了 这个 酒也喝了 咖啡也喝了 我听 再接一会儿 好 OK 我看到沙拉克先生 举手 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没 我其实就是说 那个阿里巴巴 那个阿里巴巴的 那个 您现在 就是说 从那个 穆斯敏 那边的 说是 是一个 就是土匪 这个意思 是吧 我们就是 小的时候 我看过一个 就是好像 动画片吧 就是把阿里巴巴 说成是一个 有点 类似于 打 杰弗 激贫的 那么一个人 好像是那样 什么芝麻开门 是 阿里巴巴 好像 我就知道 这么一点 我就说这个 不耽误您时间 您接着说 这是一个 比较有趣的 一个 的谚语里边 就说 说 说那个人 最近在从事 什么样 说那个人 你说的是 阿里巴巴吗 大家就会明白 这是 就是他最近 做贼去了 是这个意思 所以有时候 这个文化方面 的不了解 有时候起名 就会起差 也是很有趣的 一件事 不过不重要了 阿里巴巴 就像 中国人所看到 都是 劫富济贫的 也是一件好事 不过目前看来 还没有看到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 到时 中共 有点 劫富济贫的 这种味道 好 谢谢沙拉克先生 那我就揭查 给观众朋友们 继续讲下去 继续讲下去的 这会儿讲啥呢 讲我们今天的 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呢 也与沙特阿拉伯 有关 我们一直 最近这几年 一直都听到 一个遥远的地方 在发生了一场战争 叫野门战争 这个野门战争呢 可以说呢 是 怎么讲呢 很多人都一直在问我 说这个战争 到底是咋回事呢 说这个战争的 是为什么要打这个仗 那么 就是这样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呢 很少有人去回答 媒体呢 也回答不了 政治人物呢 是有意的 让人们呢 不知道究竟 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 人们不知道为什么 人们甚至不知道原因 而很多人呢 获得的信息呢 无非就是一个什么复读机 或者是什么呢 或者是 就是跟上别人嚼舌头 自己呢 根本不知究竟 那么我们来说一说 野门战争的一个过程 我们知道 野门的在阿拉伯之冲 2011年发生的阿拉伯之冲之后呢 也是一个倒下的国家 曾经呢 野门的总统萨利赫呢 被民众呢 推翻 那么整个塞纳街头啊 和亚丁街头啊 民众呢 都大屏幕的上街 要求推翻这个独宅 并且是 没有行政能力 极其低下 贪污腐败的萨利赫政府 萨利赫政府呢 刚刚开始呢 也准备开枪 但是没有开得了枪啊 或者说没开几枪啊 自己呢就被推翻了 而且呢 有人发了一颗这个火箭炮 直接呢 把萨利赫呢 炸的是面目全非 送到了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呢 进行了紧急的医疗救援 但是呢 他的政权的不保 民众呢 必定要推翻他 这个时候呢 有一些国家呢 是坚决不愿意 萨利赫下台 谁呢 最重要的呢 就是沙特阿拉伯 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这两个国家 是非常担心啊 野门呢 变换了新的政府之后呢 如果跟沙特阿拉伯不合作 如果在很多方面呢 如果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不合作 那么呢 可以说呢 这两个国家的 很多经济啊 都会受到重大的影响 首先呢 我们如果编导方便的话呢 给一个地图 什么呢 是沙特阿拉伯和野门的接壤的地方的这个地图 或者你找一个阿拉伯半岛的地图也可以 我们看到呢 阿拉伯的半岛的野门地区呢 是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南部 根据海拔等高线 以及石油勘探的情况来讲的话 那么沙特阿拉伯南部的石油呢 大量的呢 集中于红海一侧 靠近 野门的边境 而根据这个石油勘探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其实野门一侧的地势呢 更低 如果在野门这一方面 如果要开启真正的石油开采的话 有人讲沙特阿拉伯的这个石油 会遭受到重大的损失 因为呢 更多的一些新的技术方面的一些指针 和石油开采者的这个数据显示 现在沙特阿拉伯南部的开采的石油啊 有相当的一部分 实际上呢 已经从地下呢 通到了野门的境内 而如果这个方式 如果被野门去开采 那沙特阿拉伯哪来的石油呢 哪来的这么产量大的石油呢 而同时呢 野门含有一个 就是地理位置的无以拟比 我们知道历史上 我也在今夜很真正的节目也讲过 在个人的频道当中呢 也讲过数次 野门的位置啊 是人类历史上三个最重要港口的 最中心核心的 一个贸易地位 是什么呢 就是亚丁湾 亚丁这个城市呢 可以说在人类的历史上 特别是在大航海之前 就已经呢 成为了连接世界的最重要的三个港口之一 一个呢 我是赛德港 为埃及的今天的苏伊士 当然那个世界没有苏伊士用和 当年几乎所有的商品 来自于地中海的 来自于尼罗河上游的 来自于整个北非地区的 那么都会把物资呢 集中到赛德港 然后由赛德港呢 船用输到赛德港 然后呢 通过赛德港的骆驼 商队呢 将这些物资呢 通向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呢 是前往我们知道的耶路撒冷 世界的十字路口 因为这个世界的十字路口的得名呢 实际上在过去的历史上呢 是一个贸易的商道 一个重要的商道的地方 所以呢 它是一个世界的十字路口 但后期呢 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变成了一个信仰的十字路口 这个是单说的一件事 那么通过赛德港之后呢 传递到今天的红海 那么进入到红海之后呢 有一个叫港口城市 埃及有一个港口城市 叫什么呢 叫伊斯梅利亚 在伊斯梅利亚地区呢 来装上新的船呢 来进入红海呢 一直航行到哪里 航行到雅丁湾 作为整个印度洋地区的 大型的物资的枢纽 还有一条路呢 是从赛德港 驼队呢 摇着铃铛 一直推到哪里 推到经过这个耶路撒冷之后 那么进入到今天亚哥巴港 也就是红海靠近约旦 今天和这个巴勒斯坦的交界的 那个就是我们知道 约旦河谷的出海口的地方 有个港口叫亚哥巴港 这个亚哥巴港的装船之后呢 涌输到这个雅丁 然后呢 从雅丁呢 疏散到这个全世界 是这样的两条路径 那么除了这个路雅丁之后呢 那么连接世界的 更重要的一个港口啊 或者是跟这个所谓的 海上丝绸之路啊 那么也是呢 要到中国的这个泉州港啊 这是被构成了当时世界 文明交流交互的 最重要的地区 而这三个港口当中呢 唯独亚丁湾呢 是最最重要的一个港口啊 它不仅肩负这两个文明之间的 交流和物资的流通 而且它肩负着整个印度洋的啊 几乎所有的沿海的贸易的中心的枢纽啊 就在雅丁 而雅丁如果崛起 或者说呢 也门如果进入到有序的状况之下 那么也门的凶速的这个强大和凶速的崛起 也势必呢 会造成呢 像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的损失 以及我们知道的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 作为贸易中心和商业经济文化 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坦世界的中心地位呢 都会遭受到重大的这个损失和影响 除了这以上的这些简单的 我们可以估算得了的经济原因之外 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 政治方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我们知道世界的秩序呢 现在被控制在美英的手中 而就从物资流动和交通的控制来讲 美国和英国主要控制之下 马六甲海峡 苏伊士用河 我们还知道巴拿马用河 还有这个 直布罗陀 直布罗陀海峡 这样一个地中海 入大西洋的口等等这些 唯独美国和英国现在没有控制得住 不是他不想控制 这就是一个亚丁湾地区 也就是红海的入海口 那么一面是索马里 一面就是野门 那么曾经在历史上 这两个国家长期战乱 如果观众朋友们记得的话 曾经在1992年的时候 发生了这个黑鹰坠落事件 就是当年的老布什在竞选年 在索马里 遭受到了索马里的反抗 那么有一架 美国的黑鹰直升机 数架黑鹰直升机 前往那里执行任务 最后被击落 并且被孙马里人 将飞行员 拖在马路上狂奔 这样的一些事的画面 传递到美国之后 也有很多人说 是布什的无能 和布什对战争的推动 都影响了布什当年的连任 老布什 这也被称之为 是当年改变了历史的一个走向 那么美国也就是和英国 都没有控制得了这两个地方 野门更是打了几十年的内战 冷战结束之后 那么萨利赫不断的控制了这个国家 在由沙特阿拉伯 美国的盟友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 这样的一个前置之下 也是可以说 某种人也是属于美国 所能控制的一面 那么野门的战争呢 就有这两个国家呢 死活不愿意 让野门的萨利赫政权的倒台 那么民众推翻了他 后来呢 不愿意 而民众呢 再次的起义和反抗 使他们发现没有办法 那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做 那就是呢 新平庄舅舅 怎么来新平庄舅舅呢 推出了一个新的 野门的总统 什么呢 就是野门的萨迪 卢迪 也有这个名字 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叫法 那么这位呢 是谁呢 原来是萨利赫当年的副总统 而萨利赫呢 在被抛弃之后呢 很快呢 萨利赫呢 反对杀他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会长国 对他的背叛 因此呢 他加入了这个 当时的野门的反政府力量 一个最大的一个力量 叫什么呢 叫胡塞运动 或叫胡塞武装吧 现在叫 那么也被称之为是 什叶派为主的一个 地方军事方面的一个 一个组织 那么呢 萨利赫和加入了他们这个组织之后 一起呢 和这个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所支持的 这个野门的新政府 也就是萨利赫的副手呢 开战 而在整个战场过程当中呢 被后来被称的说 主要是这个 这个胡塞武装发现这个萨利赫 不仅仅啊 这个 这个心思不是说要推翻他们的这个政权 而实际上呢 是自己准备啊 玩两手牌 一面呢 打击沙特拉伯和阿拉伯联球啊 过去自己的盟友 支持自己的副手的事 然后弄完之后呢 还想借 这个沙特拉伯和阿拉伯联球的手啊 把胡塞武装给干掉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 胡塞武装呢 哎 转过头呢 就把这个 萨利赫呢 给城市街头啊 也是拉到这个街头上示众啊 最后也是给乱枪打死 那么这些这个出现的这些这个非常波动的这些事情 那么就一直延续到今天 那么沙特拉伯之后发现呢 没有办法能够保护得了呢 沙特拉伯不惜呢 派出自己的军队 并且成立了 拉起了一个门凶 叫二十来个国家的门凶 来一起干什么呢 一起来打野门 这场战争 而这场战争的主要的指挥官是谁呢 策划者是谁呢 正是当年的沙特拉伯的副王储 穆哈曼德本苏莱曼 就是这样的一个王储 当年呢 他也是沙特拉伯的国防部的部长 他推动了这样的一场 这个战争 这个战争的目的呢 不是别的 他把这个战争 现在已经从新闻角度的叙述 和宣传的叙述呢 宣传是什么呢 胡塞福章是恐怖主义分子 所以呢 我们要消灭恐怖主义分子 但是他只字不集合 甚至用谎言呢 欺骗了所有的这个很多的观众 和对这件事情的了解者 他用什么样的谎言呢 就是恐怖主义的话语权 来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反抗者的抹黑 当然反抗者当中有没有干过所谓的恐怖主义事件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也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必须要理切的是什么呢 说这场战争的不义 是野门的民众要求推翻萨利和政权 他们来了一个新平庄救救的方式 民众依旧的不接受 他用战争的方式来阻止民众的民主的诉求 和希望变革的诉求 而保护自己的基本的利益 这场战争呢 一直打到现在 距今呢 也已经有八年的时间 这场八年时间的这场战争呢 已经有数十万的野门民众的死伤 那么同时呢 光因为第一次在阿拉伯的半岛上 发生了一件人道主义危机是什么呢 民众因为营养不良和饥饿大面积的死亡 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战争非常多 我们可以看到中东地区的各式各样的破坏 各式各样对文物古迹 各式各样的屠杀 或者是类似各式各样的仇杀的情况 一直呢充实着我们的这个屏幕 充实着我们的耳朵同时 但是我们很少听到说什么呢 在中东地区有饿死过人的现象 那样的一个不毛之地 干旱的地方 居然呢 民众没有在战争的过程当中被饿死 或者是类似这样的消息 极少极少 有没有发生过所谓的民众这个缺医少药 或者吃吃喝的现象呢 一定发生过 而且绝对发生过 但是说大面积的长期的物资供应不良 而导致的民众的大面积的死伤 和饥饿导致的这种死伤呢 我没有听说过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这是阿拉伯人 特别是这个阿拉伯的这些 不管是基督徒也好 不管是穆斯林也好 他们有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社会结构 怎么样一个社会结构呢 根据伊斯兰的这个教法当中啊 和古兰经的这个还有圣讯当中的很多教导呢 当你一个人都要与必须建立一个紧密的社区联系 或者是社区方面的互助机制 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 说如果你是饱了肚子 而你的邻居在挨饿 那么你将是不义的 你将是造物主所不喜悦的人 那么这样的一段经文呢 可以说呢 每一个啊 这个当地的人呢都知道 所以呢 那个地方呢 我有一斤麦子的时候 大家会要分着 互相来接气和互相来交流 互相来援助彼此 来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 这也是历次的战争当中 都没有发生这种啊 因为粮食和食品 而引起的大规模的啊 小规模的有没有用 大规模的这种饥荒是没有出现的 特别是野门 一个濒临海岸线之长 一个那么长的海岸线的一个国家 最后居然饿死的人呢 是一层接一层 被联合国救助难民机构的组织称了 说这是没有无法想象和不可思议的局面 谁造成的 杀他了 他们利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联合在埃及刚才我们告诉大家 阿拉伯联合酋长 还有中东的很多的国家 那么都派军舰呀 派这个各式各样的方式 包括美国提供了自 这个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 对沙特阿拉伯的鼎立支持 派遣了军事人员 派遣了军舰 采取对野门的整个海岸线的封锁 而这场战争 这种封锁战 是导致数十万人出现这种问题的 最直接的原因 经联合国的儿童 妇女儿童这个救济署的 这个 中东的救济署的 这个统计呢 那名救济署的统计呢 说儿童的营养不良率 达到了70% 死亡的现象太多太多 如果观众朋友感兴趣 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些野门的饥饿 你就书记个野门饥饿就可以 你就可以看到 无数的这样的一些图像 这种视频各式各样的都有 惨不忍睹 惨不忍睹 这场不易的战争呢 一直在进行到了2020年的11月份 随着美国大选的落幕之后呢 这场战争呢 也逐步的开始落幕 尽管到今天为止没有赢家 也没有输家 沙特阿拉伯呢 全力以赴的呢 冒着炮火 派出了自己的这个 政府 接管政府 前往了雅丁 但是呢 依旧遭到了当地民众 包括胡哉武装的 激烈的反弹和反抗 那么就在 沙特阿拉伯包装的 这个 野门的总理总统 哈迪 哈迪总统啊 等等这个前往野门的当天 在飞机落到 这个雅丁的这个机场 机场就遭到了火箭弹的袭击 那么有人是说 这个世界啊 真的是战争是分不易和有益的 几十个国家去打一个中东 这些最穷的 全球啊 排倒数前几位的啊 这样的一个野门 而胡哉武装呢 不是正规就是一些民兵组织啊 最多呢 就扛个排击炮啊 扛个这个什么火箭弹啊 那么都拿的AK47啊 还子弹呢 也是很缺乏啊 什么都缺乏的一个地方 居然呢 和美式装备的沙特阿拉伯 有导弹 有空军 有战斗机 有各式各样坦克的军队 并且还雇佣了啊 很多这个雇佣军啊 因为他们很有钱啊 雇佣军啊 各式各样的国家的啊 军队都在支持他们 打了这么长时间 没打赢啊 还经常呢 自己啊 成建制的坦克 赢坦克团呢 被人家直接就给包抄了 这也被称之为呢 是这个沙特阿拉伯式的 这个战争啊 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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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恭维啊 不敢恭维啊 也没打得赢啊 到现在呢 他们不断的武装着啊 这个胡塞武装啊 胡塞武装没武器 也没啥啊 武器都来自于沙特阿拉伯啊 都来自于脚的线啊 各式各样的事呢 而且曾经的胡塞武装 还把这个阿联酋的啊 一位王子啊 给包抄了 而且还大臣重伤 那啊 这位王子的回到了 这个后来被救助 还是由美国的啊 驻扎在当地的特种兵啊 在航空母舰安排的这个紧急救部队啊 把这个王子救下啊 后来呢 这这这后面还演绎了很多的故事啊 我们就不在这讲了 不在这叙述的 继续继续讲 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行为呢 我们把它定义为呢 或者是国际上很多国家和人士认为呢 这是一场极度不正义的战争 这是一个极度插手 狠力插手阿拉伯之冲的民主化运动的过程 有人说阿拉伯之冲民主之后 真的出现了鲜花盛开吗 没有 没有 就像图尼斯一样 并没有 但是有另外一个价值它是存在的 民众有了自作决定的权利 但是我们同时也 我也要问一些啊 反对说阿拉伯之冲的一些结果的一些人 特别是在大陆 很多人说反对阿拉伯之冲 我说你没能力搞阿拉伯之冲 可能你反对阿拉伯之冲的一个 一个一个理由 有人说阿拉伯之冲结束之后 又没有看到什么样子 反倒各个国家打破了打碎了 是的 没错 也门是打碎了 是续练是打碎了 续练打碎也没能推翻 也门打碎也没能推翻 但是 图尼斯这样的一个苗子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国家呢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生机和游客 会走向一种文明的可能性 我们不就是为了这样一点希望吗 我也经常在问人 我问图尼斯 我说难道本阿里执政 你今天会活得更好吗 这是给图尼斯民众的一个 打了一个问题 我相信每一个民众都心中有自己的答案 这就是一个反抗暴政的一个理由 和一个最有利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场不易的战争在沙特阿拉伯的推动和 这个咆哮和叫嚣之下 也与美国2020年的美国大选之后 逐渐的落幕 那么最近的沙特拉伯呢 也呢 要各式各样的和平协议要签 各式各样的这个食品援助啊 又是空投这个衣料物资啊 又是这个提供大量的奶粉啊 又是提供大量的这个营养品啊 各式各样给沙特阿 给这个野门民众的福利援助啊 远远的到来 过去拉这个拉这个武器的船只啊 和这个拉武器的这个军事啊 这个军机啊 现在都变成了拉这个援助的 一时之间的野门人很不习惯 野门人说这咋这么怪呢 昨天还天天给我们狂泄的是炸弹 今天转过头来的 跟我们撒下的就是糖果 那么这种变脸的方式啊 还真快 所以呢 我也把这戏称为啊 这都是啊 给白宫献礼的一部分 因为这场战争 拜登上台之后呢 在第一个星期就表示说 对野门的战争的不义呢 是不可以被接受的 同时呢 这个野门战争啊 在川普总统的最后时刻呢 川普总统还干了一件事 干了个什么事呢 说把野门的胡塞武装定性为 恐怖主义组织 这一定信大家很多人说 哎 他们是不是犯下恐怖主义罪行啊 我不知道啊 我刚才讲 讲我不知道 但是这样的结果导致的是什么 是野门的人道主义灾难 进入到了更加危险的边缘 为什么呢 一旦列入美国的财政部 和美国的金融美元计价的 所有的商品和结算 一律终止 这样的一个终止 也就是意味着 怎样的一个情况 意味着所有的野门的 对外采购终止 因为今天的野门 控制在胡塞武装手里 绝大多数地方控制在胡塞武装手里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 因此呢 乔拜登上台之后呢 哎 在人道主义方面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拿下 关于给野门胡塞武装所定性 恐怖主义这个事 他并不是说这个组织是怎样的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这个方式呢 是在解救 野门的民众的基本的生存的条件 这种不义啊 是不可以被接受 今天不可以接受 将来也不可以接受 永远都可以接受 所以这场不义的战争呢 最近呢 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或者说呢 不再打仗了去了 那么会不会未来会好呢 我们不知道 能不能拜登有力的能扭转呢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他有这个能力呢 能够改变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这也是我们觉得呢 比较呢 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 或者是比较呢 让我们觉得 这个事呢 是非常非常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有希望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话题 一会儿呢 我们再给观众朋友们讲第三个话题 第三个话题讲什么呢 讲内坦尼亚胡 前面的时候我就已经预告了 除了这个习近平啊 这个 等这个乔拜登的电话 等得心机如焚 这倒是有原因的啊 因为中国的这样的张牙舞爪 和在这个天山南北犯下的 这个反人类的这个集中营的 这个暴行和罪行 以及对香港 对西藏 对台湾啊 对世界各国的这种 这个持强凝弱的这种表现 都是呢 美国的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迟缓与他进行任何交涉的 或者是通话的一个理由 那么但是与美国最友好的国家 在这个世界上呢 最最啊 这个和美国抱得最紧的国家 其实有两个 一个是英国 另外一个是以色列 而以色列的总理呢 哎 确实呢 可以说呢 是美国呢 做上病啊 经常如此 这位内坦尼亚胡呢 可以说是当了十几年的总理 在奥巴马时期呢 和奥巴马 特别是奥巴马的后四年 发生了无数的冲突 无数的冲突 甚至呢 执名道姓的指责奥巴马 政府奥巴马呢 就是一个啊 这个反有主义者 就是一个啊 要扼杀以色列的人 各式各样的批评呢 不绝于耳 以至于到最后时刻 奥巴马的最后执政时刻 曾经在联合国呢 弃权了一下 联合国准备 谴责以色列的一个行径 谴责以色列什么呢 谴责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的民主者犯下的暴行 以及不断的蚕食 巴勒斯坦人民土地和 建立新的殖民点的 这种行为 在过去呢 是不可能通过的 因为有美国呢 投反对票 所以不可能 而这一次呢 是第一次 美国呢 弃权 这也是内塔尼亚胡 认为呢 这是美国对 以色列的一种 抛弃的迹象 而到2016年 当我们叫Donald Trump 这个前总统 获选胜选之后呢 那么这个世界上 各个国家领导人 最为开心和狂欢的人 正是我们知道 内塔尼亚胡 而且内塔尼亚胡呢 也是呢 最早啊 甚至有人说呢 按照时间顺序来比较的话 他是比日本的前首相 安倍晋三 还要早跑到纽约 见当拿川普的人 而之前呢 这位内塔尼亚胡呢 就与川普总统的女婿 同是犹太人的 库什纳先生呢 保持了高度紧密的 合作和交流 在获得胜选之后 那么内塔尼亚胡 扬眉吐气 易改在奥巴马时期 被踩在脚底下的这种痛苦 可以说呢 这起言 放开手脚 想干啥干啥 想干哪个干哪个 不过呢 他有一个困惑 什么呢 他在这几年 特别是前几年的时候 犯了很多的政商的错误 同时呢 最重要的一个致命的是什么呢 他的贪腐案 他以及他的夫人 他的儿子 都被以色列的最高检察长所起诉 并且呢 有人说呢 他的罪行呢 是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只要他下台 第二天就会受到逮捕令 他与中东地区 以色列地区的一个 这个通讯的商人之间的经济交易呢 这位商人呢 已经认罪 并且已经辅法 而这些款项呢 也是明明白白 清清洗洗 因为他现在是总理 拥有豁免权 因此呢 检察官无法拿他 那么这几年的选举过程当中呢 以色列也是数度的选举 每一次选举呢 都是危险至极 甚至有两次的选举 内塔尼亚国的票数呢 都不敌自己的政敌 但是呢 他最后还是当上了总统 当上了总理 每一次呢 都是险啊 又险 又险又险 但是呢 总是有一位啊 这个美国的总统 对他呢 顶力相助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 Donald Trump 川普总统 前总统啊 对他的这个帮助呢 可谓是呢 是哎呀 不遗余力 第一次出现啊 大的这个选举的这个预期啊 会失败的时候 川普总统大逼一挥 把一个啊 这个人类历史上 最重要的一个城市 耶路撒罗 大逼一挥 送给以色列当首都啊 这个事啊 可以说颠覆了1948年 美国已在联合国推动的 巴以分治计划的基本原则 那就是耶路撒冷 作为世界之都 不可分割 而川普总统 我们知道 想干啥干啥 想干什么干什么 随心所欲啊 可以说他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但是他这样的后果 在慢慢的发酵当中 我们且看 未来的美国将会为此啊 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那么不管这个代价的事 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事情 我们就说呢 内塔尼亚胡的 在川普时期的第一次选举 显显的胜了 第二次 怎么办 又出现了问题 那么内阁的 重新的分奔离析 让内塔尼亚胡 必须得重新组建政府 重新进行大选 而这次选举 内塔尼亚胡 缺 两票 而他的对手 甘茨 比他多两票 但是呢 都没有超过半数 都要雄求 其他的党来组 甘茨 首先来组党 在内塔尼亚胡的 极力的压制 以及美国的 库什纳先生的 极力的握拥之下 甘茨 没有组建成为新的总统 新的总理 甘茨的努力 失败 内塔尼亚胡开始组割 内塔尼亚胡呢 怎么组 也没有组成 第二次甘茨组割 又没有组成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美国总统川普 又是一个大礼 送给了以色列 送给了内塔尼亚胡 不管是什么样 那个时间 他依旧是看守总理 送了啥礼物呢 格兰高地 一块区内亚的领土 川普总统说 格兰高地是以色列的 这就又送给了以色列 那么送别人的康 别人之凯的事 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干过 周围肯定又遇到 类似这样的人 但是没有像川普总统 这样大笔一挥 就送出了无数别人的领土 一个国际公认的领土 这样的事情 来力挺 本杰威 内塔尼亚胡 内塔尼亚胡又一次过了 到了第三次 怎么办呢 川普总统继续强力支持 来一个所谓的 亚伯拉罕协议 中东和平计划 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和平 是来之不易的 或者是一直没有到来 那么什么有了冲突 才有和平 啥冲突是中东的根基呢 就是巴勒斯坦的问题 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的问题 而这一次的中东和平协议 也很有趣 跟巴勒斯坦没关系 是以色列和阿拉伯林 和酋长国见过 还有巴林 还有后来跟上的 所谓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摩洛哥 这几个国 这两个海湾的这两个国家 阿联酋和巴林呢 其实跟以色列 没有什么样的毛病 也没什么样的关系 双方之间按同团取很多年 之下双方之间的交易呢 非常频繁 而且合作的地方很多 也没有打过仗 甚至在巴勒斯坦问题出现的时候 这两个巴林和这个 阿拉伯林 阿联酋和联合球场合还没有成立 阿拉伯林和球场合是1971年成立 所以呢 跟以色列没有任何的话 或者没有任何的世仇 也没啥毛病 但是呢 签订了这样的一个协议 被一个伟大的 听起来 堂而皇之的一个 宽泛的 不得了的一个名头 叫亚伯拉罕协议 所中东和平协议 所扣了一顶帽子 内塔尼奥又过关了 很危险 好情不长 这又是一切阻隔 没几个月 选举结果出来了 美国的选举结果出来了 现在呢 以色列政府又垮谈 准备三月份呢 再次进行大学 这个时候的那台 最需要的不是别的 最需要的是来自于美国的再一次的送个大礼 看看能不能把巴勒斯坦人的土地都送给他 能不能扩充他更多的这个土地 还是怎么样 还是能够把叙利亚更多的土地送给他 约旦的土地送给他 黎巴兰的土地送给他 还是再能送什么呢 可是乔拜登不可能再去干下这样的 啼笑劫非的事情 欺骗世人的事情 没得送 本来送的那东西都是有毒的 也不可能成为他们的土地 内塔尼奥又很着急 我在上一回的节目当中说 内塔尼奥最近干一件事 搞民生 全力以赴 接种疫苗 四处为民众打疫苗 不惜高价 从辉瑞等公司呢 采购 以色列民众的疫苗 一举成为以色列民众 所谓的这个打了这个疫苗最多的国家 民众的比例最高的国家 而且呢 推动各式各样的社会管理 发钱 要还有建新的定居点 还要这样 还要那样 各式各样的 要力争一切的办法 获得这次大选的胜利 因为通向给他的路 真正的只有两条 要么继续当总理 要么下台进监狱 那么内塔尼奥这回能怎么样呢 而这样的一位美国的关键门友 乔拜登到今天为止都没打电话 乔拜登这个电话估计也不会再打 或者说呢 在短期内不会打给他 今天呢就有一位人士说 根据路透社的一篇报道说 以色列驻华盛顿的大使 今天周六就表示说 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奥 对美国总统乔拜 还没有给他打电话 感到呢 控惑 我觉得他应该控着 或者他应该很着急 他说试图淡化 起今为止缺乏直接联系的一个情况 就说淡化 我们没有联系这件事情 说说别的 不说这件事情 很多人一直都在猜测 民主党总统可能对内塔尼奥 与前总统唐纳德 川普所建立的密切的关系 表示极度的不满 而川普2017年就职后的第二天 就给内塔尼奥伙打了电话 而现在的这位 以色列驻华盛顿的大使说 他叫基拉德 卡尔丹大使 埃尔丹大使就对这个新闻 十二台就表示说 说总理并不担心会谈的时机 他说拜登啊 现在太忙 所以呢 还要应对大流行 还得应对经济影响 所以呢 我们理解啊 拜登政府的这个啊 太忙了 所以不着急不着急 让他慢慢打 而上周五呢 白宫否认拜登 自一月二十日上映以来呢 没有向内塔尼奥 其国外领导人啊 这个故意侵蚀内塔尼奥 白宫表示说呢 我们有个时间安排送去 我们也有很多自己的事情 来做这件事情 而实际上很多人都明白 内塔尼奥胡在乔拜登的眼中呢 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同时呢 也是一个极端的 右翼的 而且 有指控说呢 以色列深刻的卷入了2020年的美国大选当中的很多事件 这还有待未来的调查和了解和未来信息的披露 但是内塔尼奥胡心中的非常清楚 现在他只有一个办法来指望 对以色列民众的内政的改变 看能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 不过根据以色列的国土报 耶路撒冷的国土报所报道 目前他的民调的支持度呢 并不高 他的极右翼的 利库德集团的支持度呢 还是有 但是依旧是那些 以极右化的 极右翼的 一小部分的 极端派别的支持 但是是否能够获得这一次大选的继续执政 将是一个内塔尼奥胡人生当中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说完这件事之后 还得说说国际方面其他的影响 对巴勒斯坦人 我们知道巴勒斯坦人的这个土地啊 因为一直没有建国 也没有加入到国际法庭 也没有加入到正式的联合国的成员国 只是的联合国大会的一个观察员国 因为他不具备一个国家的这个 因为他速度要成立自己的国家 很多人说巴勒斯坦人 你自己为啥不成立 而每一次他们要成立的国家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 美国投下了最坚定的反对票 这是巴勒斯坦无法进入到联合国 无法进入到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不容许他们进入呢 因为要阻挡他们在国际刑事法庭 对于他们的遭受的苦难的诉讼 这也被称之为二十世纪最大的一个流氓行迹 一片别人的土地画了一大半 给予了其他的民众 这呢联合国通过当地的民众接受 我们认为呢这是一种合理的形式 而犹太人呢有权利 也有必要给予他们一块繁衍生息的土地 这块土地给在哪里合适 我不知道 但是呢今天这样的一个现实呢 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和去接受的一个事情 但是你不能把别人的一半以上的土地 画给了另外一个人 而不容许这块土地上原来的原来的人们 建立自己的国家 而你是在联合国通过了两国协议 并且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协议的 这样的一个制度 而每一次巴勒斯坦这个国家要建立国家的时候 却遭到了反对 巴勒斯坦的建国之路慢慢 而获得国际法的保护之路呢也慢慢 不过就在最近 2月6日 来自了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个最新的裁决呢 给巴勒斯坦人呢带来了莫大的希望 而以色列的内塔尼亚弗呢真的是悲哀不止 根据加沙最新消息说呢 许多巴勒斯坦人认为 国际刑事法院的一项裁决表明 该法院对巴勒斯坦领土具有管辖权 这是以色列受害 这是以色列长期战力导致了 这巴勒斯坦的受害者伸张正义的一个重大机会 对于以色列内塔尼亚弗来说 与上周五的这个裁决令他非常的担忧 因为他们说呢 他们是捍卫自己免受巴勒斯坦暴力的好人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而这样的一个审判的一个决定 和拥有管辖权意味着 那么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所建立的这些东西 都将会遭到国际刑事法院的审查和审核 这是一个利用国际现有的法律体制 维护巴勒斯坦民众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路径 而这一系列的事情 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埃及 我们讲到的沙特拉伯 讲到的也门 还有我们没有讲到的无数无数的这些事情 最近在中东地区发生了重大的这种变化 特别是巴勒斯坦人 加沙被解禁 多达这个数年 这个加沙的这个拉法口是关闭的 人们终于有了一个出气的口 可以出去 可以物资可以进来 人员可以流动 这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喜讯 而对于巴勒斯坦民众的土地 不断的被蚕食和侵害 终于有了可以伸张法律的一个地方 这都发生在2021年 这都发生在2020年的美国大选之后 我们并不是说 这就似乎是拜登是一个明灯 我们不知道 也许他只是一个假象 但是我们知道 这些事情本应该不会变得这么恶劣 但是在前几年 这些事变得越来越恶劣 甚至已经失去了正义性 失去了人性 是我们不得不谴责 而且必须去谴责的事情 今天这些事回归了正常 这并不是什么民主党拜登的功劳 只是世界应该是一个正常的 或者是一个必须有正常轨迹发展的 和进步的一个一条道路 正在出现和正在进展 这就是我今天的经验和真经 那么给我的观众朋友们呢 也是只讲了一个小时多一点 这个嗓子也是会冒烟 看有没有提问的 如果没有提问呢 我们就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节目虽短 但是呢 这也是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 告诉我的观众朋友们 有时候 这个美国这个国家的强大 就在于此 美国的方向和方向 深刻的影响着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给每一个人都有深刻的影响 特别是对弱者和卑鄙者 影响是最大的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 今夜恒之鸡 我是博博人马俊 再见